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熊荣江 苗栗白沙屯妈祖预计18号凌晨启程 前往北港朝天宫近乡 今年吸引高达18万名乡客前往祈福 蔡总统 赖副总统 柯文哲 以及江启成等政坛大咖陆续前往参与 但是不见朱立伦 韩国瑜等蓝营的一号人物 韩国瑜是跑去台南大天后宫春季大典担任主机关 那政治人物拜庙镜香有多少政治考量呢 尤其是最注重声量的柯文哲 哪边热闹 哪边蹭吗 但是没有舞台可以表现 恐怕再怎么蹭都没用 那即将就任总统的赖清德叙事待发 他跟吴真合体拍影片 叫吴真开节目直播布局空战 不过最大亮点应该是赖清德自己 今年适逢黄埔军校百周年校庆 国防部规划组成一个近百人的正部联 由新任总统赖清德检阅 那引发外界讨论还要踢正部吗 但是这踢不踢正部事小 强化国防才重要 蔡来日前秘密视察海昆号 后续的七艘浅舰 赖清德明确指示 要做就一次做完 不过蓝白会不会从中作梗呢 另外基隆市府成了电动车销售中心吗 罢免谢国良联署 九天冲破了六千份 数字越多 谢国良就会送越多吗 还有台北市虐童案 蓝英继续推给中央 王玉敏辞掉而蒙的董事 就能够继续当招委 被告变法官吗 以及三名特战美军在澎湖被打伤 打人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 最近局的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庄瑞雄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淑培 中央大家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中央好 大家好 好 再来还有着国民党 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中央大家平安 桃园市议员于北辰将军 中央好 大家好 在资认媒体员邱明玉 中央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呢 苗栗白沙豚妈祖即将展开绕镜 总统蔡英文抵达白沙豚拱天宫 信徒热情迎接 18号白沙豚妈祖即将出发 进乡南下北港朝天宫 起价前蔡总统先参与禁教仪式 在宴宴 起价前禁教由国家元首担任 可见慎重 这也是蔡英文任内最后一次 以总统身份参加活动 今年报名信徒人数也更胜往年 白沙豚妈祖禁乡为期九天八夜 要前往北港朝天宫 来回四百公里 起价前蓝绿白政治大咖都来了 马祖一样很多人 因为台湾的这个妈祖绕镜很多人 每一个都很多人 也祝我们这一次的绕镜活动 圆满顺利成功 也祝我们所有的信徒 我们一路平安 马祖信徒多 跟着粉红超跑 一路南下的信徒今年更将冲破十八万人 魅力无法党 这妈祖政治学也成了政治人物的必修学分 好我们看到这苗栗白沙豚妈祖禁乡 这个粉红超跑已经出发了 那通常我们看到政治人物包括最红的 最有分量的都会来 那我们就看到在昨天的部分 国民党江启臣 现在立法院副院长 在下午2点左右来参乡 那接着蔡总统是在下午的3点 他弄一个背章 那再来是大概下午的3点55分 柯文哲他也是来参拜的 那再来最晚就是晚上8点半 副总统赖清德也来这边赢这个妈祖圣驾 同时还有讲今年共有将近179971的香灯角 正反念都是一样的数字 这个巧合呢 说不定也是妈祖娘娘冥冥之中的安排了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 时间序是有什么样的考量吗 来先讲名誉 这我们说政治人物的 拜庙 敬香 政治学要考量哪些呢 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美学呢 敬香政治学是这个几大看点之一 不过我先讲 就在农历春节过后呢 包括我们这个每一年 这个妈祖绕境 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宗教盛事 那今年的这个苗栗白沙屯 拱天公妈祖就接下了第一棒 所以呢 他就开始先起跑了 在今天早上凌晨0点35分开始起价 那我们先先讲一下啦 就说他这个今年的这个 刚刚这个仲章有讲嘛 今年的这个所谓的香灯角 香灯角就是所谓这个一起绕境的 这些信徒啦 这是报名的人数啊 高达179971人 所以179971 刚刚这个仲章点到重点 就是赖清德啊 我们的这个准总统赖清德 他在脸书上就po了 179971 刚好他从前面到后面念过来 都是179971 对 所以今年 他有这个数字密码 是不是妈祖明明之中的一个安排 这个非常有玄机 这个是赖清德先发现的 但是比较特别是说 今年的报名人数是整个突飞成长 因为去年是10万 今年突然暴增了17万 你就知道这个宗教盛世 是越来越大的 将近18万了 对对 将近18万 你就知道说这个宗教盛世参加的人 是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外国朋友都有来 那其实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妈祖 都有几大看点 那尤其这一次的这个白沙屯 拱天公妈祖 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特别的 第一个大家会特别注意 这个妈祖 他会有一个那个静香仪式 而且他会换身衣 对 而且他每一年都会 尤其这个山边妈祖 每一年都会帮他换上新衣服 都是特制作的后冠后袍 所以他每一年穿什么 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一个注意 这是第一个看点 第二个 事实上我有去采访过 就我有去全程跟着采访过 你知道他跟大甲妈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大甲妈他其实 从大甲走到 这个嘉义新港 还有固定的路程 可是白沙屯他比较特别是 他从苗栗一直走到云林 北港朝天公九天八夜 来回将近四百公里 他是非常考验体力跟耐力的 他是完全没有固定行程 你知道我在他旁边采访过 那真的很神奇 他就是那个神教 那个神教 他在感应 所以那个台教的人 他会突然走到一个路口 他就会 就会这样转转转转这个 干涉到左边 那就走到左边 然后特别停在某一户人家 他就是大家会觉得是 妈祖的神机感应 这是跟大甲妈比较不一样 完全是神的旨意 对对对 那今天 往哪边走就往哪边走 没有固定的 今天早上就有一个非常特别 的就是让这个信徒感动 落泪 就是这个苗栗拱天 妈祖 他就突然起驾的时候 他就突然有一站 跑到了苗栗的 突然發生大火 他就整個84個攤位全部複製一具 所以當地的這些攤商 他們都很心急啊 所以後來這個在2023年 總算開始動工了 預計在2025年要完工 所以你知道今天這個 這個拱天公媽祖 他突然搖到這個苗栗院裡的 那個市場去 就是大家會覺得很多攤商都蠻感動的 甚至還跪下 有人還落淚 就是希望說這裡趕快可以恢復 往日的榮景 你就知道他這個神蹟顯靈 那甚至今天還有那個報導傳出說 在那個彰化不是有一個不幸的 那個三個姐弟過馬路的時候 突然被撞 然後這個姐姐受重傷嘛 對不對 那陳家的那個阿嬤 他也打算在這個路口啊 在等待這個媽祖來臨 希望媽祖慈悲啊 可以顯神蹟 希望讓這個小姐弟可以早日康復 所以我講了這麼多的看點 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政治上面看的是 競相政治學 那剛剛這個有講嘛 這幾個重要人物的大咖都來了 包括今天這個安排 因為他有時間序 我覺得中東景還 那個苗栗現場中東景 他還蠻安排的 就是把所有政治人物一個一個錯開 那第一個來的是江啟成 可是就我了解喔 事實上 他那個中東景 他其實是有邀韓國瑜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場 韓國瑜就沒有來 反而跑到台南 對台南大天后宮去啊 去當那個主機關跟王金平同臺 所以這一場國民黨最大咖是江啟成 但是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啦 就是說他沒有邀 這個中東你沒有邀朱立倫 這樣子喔 他說朱立倫就就不必了 是喔 是沒有邀啊 所以不是朱立倫沒來 還不來是啊 是沒有邀他 對有邀 沒有邀 因為想說藍營最大的不就是 要不要朱立倫 要不然就韓國瑜嗎 那韓國瑜是有邀沒來 有來 朱立倫就 根本沒邀朱立倫 就不必了 對就江啟成代表藍營 對 那當然就是說總統啦 總統蔡總統 他這個今年已經是第四年了 比較特別是總統他這個 已經兩年都沒有去大甲媽了 他反而連四年都來了 這個苗栗的拱天媽 而且他是負責禁教儀式喔 就現場旁邊的人 這個有網友就還觀察說 這個總統 因為他是負責這個禁教儀式喔 所以你看他這個手捧香爐 然後還要繞教一周 那包括了他的這個捧香爐啦 然後繞行 然後還有蹲低靜趕 就說總統的這個動作很流暢 就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另外呢 包括這個柯文哲是五點也來 那蔡壁如也有在旁邊 然後賴清德是這個八點的時候呢 是迎媽祖出神刊 好那最後要講到這個柯文哲的部分啦 因為柯文哲他去年啊 他是九天八夜 他是整個全部都跟完 那甚至他當時喔 有人去陳情的啦 啊甚至還說 因為那時候很熱嘛 他什麼還抓癢 抓到頸部 什麼這個有紅痕啊 還跑去醫療站 這全部都給上新聞 所以什麼什麼花花絮絮花草 都可以上新聞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今年總統選完了 然後也沒有什麼舞台 他反而今年就都沒有去 就只當了一個這個來參香的角色 很單純就沒有什麼新聞 對對 所以這個大家就比較特別 以前很喜歡這個趁新聞流量 是不是因為去年有選總統 所以去去年 今年沒有沒有反而就沒有亮點 他就沒有跟 所以這個競商 因為沒有政治舞台 所以相對就大家也不重視了 他也可能上不了什麼樣的新聞 沒有亮點就不去 所以競商政治選蠻有趣的 競商政治選當中 也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分量 那這個分量是怎麼樣 柯文哲看起來 因為沒有舞台發威 所以就不被人家重視 看起來是很明顯 余將軍怎麼樣看 這個白沙屯競商 光是有報名的 就將近18萬人 那還有很多人 那些所謂的行腳者 跟著走 他是自己去跟著走的 我們社區就有那個媽媽 炒了一千斤的油飯 昨天連夜送下去 他說要讓這些人 能夠暖胃啊 他那個油飯還要先去過香火 拜過然後才給大家吃 所以你知道這個是 算是全台灣宗教 非常大的盛世 宗教盛世 那你有哪個政治人物 不會在那邊露臉 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嘛 有人的地方就有支持度嘛 所以你看連柯文哲 昨天都下去了 昨天柯文哲下午都趕 都趕過去了 一樣你看 藍綠白 大家都下去 那唯獨朱立倫不被大家重視 那就表示朱立倫的政治的影響力越來越 那韓國瑜也不去 韓國瑜跑去台南 去跟王金平 去跟他大天后宮 韓國瑜 韓國瑜最近立法院的事先處理完再說吧 他立法院的事情鬧這麼大 韓國瑜怕說他一露臉 萬一有記者歪樓問到他這個事情 他怎麼回答 那乾脆就跟王金平在一起 稍微回避一下 不要趁這個熱 迅速請教一下王金平 趕快去請教王金平說 以前遇到的情況怎麼樣 讓大家不要講說 那個院長 你院裡面的事沒有搞定 跑去這個白沙屯媽祖 這個地方去蹭人家 他想說沒關係 我不插這一攤 先把正式搞定 這點我倒覺得不錯 至少韓國瑜不一樣了 韓國瑜不一樣 他至少先把立法院這個風暴先解決 因為你看從來沒有沒收質詢權的狀況 這麼多年來第一次 那這一次很多人說 韓國瑜到底在做什麼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是想整頓一下立法院 因為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韓國瑜 人家問他說 當了40天的院長如何 他說40天啊 台灣的民主太偉大了 他就這樣講 他真的是想講太偉大嗎 他不是想講太離譜嗎 為什麼 院長一個人守在主席台上 上面官員坐的都到齊了 下面的立委質詢才來 其實本來就是這樣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因為沒有質詢的立委 坐在那邊聽別人講三小時 有休養的就聽人家講完 沒休養的去給他中斷 反而造成意識的不順暢 所以韓國瑜可能太久沒當立委了 他可能真的不清楚 那麼對於白沙屯的問題 我覺得韓國瑜回避是對的 去找到老院長問清楚要該怎麼辦 也是對的 那至於說江啟成 他是副院長 這件事情跟他無關 而且又在台中附近 他往白沙屯這邊 他都方便啊 所以他當然順勢 而且江啟成在國民黨裡面 相對的 是被基層比較能接受的人 比起朱立倫來講 他是比較能接受的 第一個他有職務嘛 他是立法院的副院長嘛 那你朱立倫去你到底算什麼 你到底算什麼 國民黨的黨主席嘛 黨主席很多耶 台灣有黨的黨主席一堆耶 對 那至於說這一場 宗教盛世 我相信 只要是政治人物 一定都會經過 想要去 為什麼要 有人的地方就有支持 是的確 有人的地方 那當然呢 最多人的這個參與的宗教 甚至近18萬人 當然各方的政治人物 都要前往去這個參鄉嘛 那只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如何觀察 這個最有人氣的政治人物 現在應該就是即將上任的 賴清德副總統嘛 因為他即將上任 所以呢 在昨天安排呢 是晚上的8點半 看起來是壓軸啊 不管你昨天也有去嘛 對不對 有 所以他特別去觀察到 這也是主辦單位的 一個特意安排嘛 那當然我看昨天這個 我昨天本來 從屏東上來到立法安 我們去國會改革的 一個會議完以後 我要到苗栗去的時候 整個高鐵車廂都是滿滿的 那所以到昨天那個現場的時候 我昨天本來是預計說 12點要起轎 結果就快到12點40分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起轎 那看到現場裡面 因為這次是從通宵 苗栗的通宵 要到北港朝天宮 那所以你會看到這個 中東井苗栗的縣長 也會看到雲林的縣長 也在這個地方 那還有幾位立委啦 那當然從這一次來看的話 媽子確實是慈悲 他的信徒 真的是可怕 大咖的當然會到那個地方 我看昨天到這個 龔天宮去的 你說到底那是哪一縣市的人 除了要選總統的以外啊 去的人幾乎都沒有票啦 但是大家會覺得說 喔 馬祖真的是 神威真的是顯赫 有那麼多人來 你說從 從這幾年來看的話 龔天宮他最歡迎的 最矚目的 最大咖道的當然就是 蔡英文總統嘛 這幾年他都會到現場去 可是你昨天去把他看的話 掀起那個高潮來看 我那個風華主委 我跟他說 這次來的你覺得什麼人來 你最爽的 總統來的也很爽的 我想說 那未來的總統今天也來啊 你知道嗎 當然就開心嘛 雖然跟未來的總統 你站在廟方的立場 他整個 他們整個管理委員會 他看到總統 還有副總統 未來的總統來 他當然對整個廟來講的話 當然本來就香火鼎盛啦 又大咖將來做一個加持的話 那是不簡單啊 那你說這個 這個朱立倫沒有到 會不會是中東前的問題 我就不知道 因為畢竟主辦單位是 龔天宮管理委員會 廟方嘛 廟方 因為你總統僅是因為地主啦 所以我倒也不覺得說 什麼朱立倫你被邊緣化 也不會 是說這幾年 我就不覺得你朱立倫跟媽祖 有什麼關係 沒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啊 你要跟宗教做一個聯合的 連結的話 也讓人家感受到說 你這對宗教到底有沒有虔誠 或者說 有要選的時候我就來 沒有要選 我連接我都沒有要接他 也許這幾年朱立倫 他他的想法就是 我就沒選我去那是要衝阿會 等一下再給大家 給我陪平我去那趁勝量 但是問題是有志於大衛的人 像這種民眾所喜歡的 尤其這種宗教活動 大家也是要去 我們媽祖的 我們那裡也拜媽祖 我們每天都是拜王爺 但是王爺裡面都有媽祖 我們當然都會想去啊 這是一大盛世嘛 不然我們跑到拱甸宮去 那邊又沒有我們的選票 但至少你會發現說 大家對於這樣的民間的一個信仰 非常的一個虔誠啊 要剩下兩個多位要卸任的總統 他也去啊 代表說你看他這幾年去 他卸任的沒有要選的 他還是去 你看這一次快18萬人對不對 我報名我就報到122858號 我也覺得開心啊 858 858 122 858 我也覺得很開心 去到現場的你會發現 他也不會分你說哪一個政黨 大家就是非常的一個虔誠啊 所以柯文哲有點可惜了啦 去你就台風啊 民眾當中你現在也算大腳 你的勝量 可以讓黃國昌把你壓過去 我還有其他的事 我如果柯文哲我來跟他們說 其他的事先撇開 對我們要做雙燈角 今天也要來跟他們走一陣子 那個感受就會不一樣 真的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這一次在看的話 你說我也不認為 各政黨人都來乘聲量 歡迎這種盛大的 台灣民眾民間的一個信仰 大家這麼喜歡的 這麼慈悲的媽祖 大家來台灣也求我們保備 那個求保備的人 到媽祖那邊沒有人會去許願 傷害誰啦 傷害哪一個政黨 都不會啦 了不起是說 你不講國泰民安 至少你會講說 不然我們這棟 你也要跟我們倒腳掌一下 倒幾起一下 絕對去的那個地方 許下來的願望都是好的 只是一個小院 或者中院 或者大院而已嘛 那所以這一次白沙屯來看的話 我看昨天 這樣的一個 那麼多的一個大咖在 藍綠大咖這樣尬場來看的話 顯示的是媽祖的神威啊 號召各政黨 大家一起來做好事 幫助台灣 的確媽祖的保備 是不會分藍綠的 大家都希望國泰民安 對每個人都好 所以不管是即將卸任的 蔡總統他的民間聲望 依然很高 還有即將接任總統的賴清德 當然他是敘事待發 只是說在這邊當中去觀察 政治人物 他的分量的消跟漲 所以蘇陪怎麼觀察 那大家可能覺得落差最大 可能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的那個狀況就變成說 哪邊熱鬧哪裡蹭嗎 可是現在好像已經有點 時不我云那種感覺 所以有人就說 哇他是什麼 流量王現在變成了流浪王嗎 哪邊熱鬧哪邊蹭嗎 這個就是大家對柯文哲的認識 就是說他每次做的事情 總是有聲量的計算 如果沒有聲量的計算 如剛剛委員所說 白沙屯媽祖的這個出瞬間的事情 就是大件事 而且現在是大家都瘋狂去 你看去年跟今年 一差就差了六萬多人 代表大家對於這個白沙屯媽祖的 這個神威的部分 其實都有在流傳 所以才會吸引了那麼多的信徒 今年去參與 那柯文哲如果不是聲量考量的話 他應該要比照過去啊 他甚至過去還曾經在台北市 當市長的時候 請說真 去對媽祖去醒腳 對不對 那時候都因為有聲量啊 因為他到哪裡去的時候 所有的媒體都跟著拍 他累倒了 他擦汗了 他什麼換走不動的 換騎U-bike去進箱 全部都變成新聞啊 壞新聞好新聞都有新聞啊 但現在因為他選完了 聲量被黃國璋全部搶走了 他今年就是改去什麼 改去拜拜而已 也沒有要跟著走 我就覺得這很可惜啦 因為今年這麼多人 到了這個白沙屯的活動 那你柯文哲 如果真的是媽祖的信仰者 那你應該跟大家 比照過去就好 沒有更超過 比照過去 你過去怎麼樣 在選舉那一年 或者是你在當市長 有聲量的時候 你怎麼樣 再去趁媽祖趁聲量 你照樣這樣走就好 人家就不會再講你的嘛 可是柯文哲 最後的選擇是什麼 沒有 他還是選擇 就去拜拜而已 我就覺得這 這其實會讓人家 看破他的腳手啦 柯文哲的選擇 從來都不是因為 他忠心的信仰 柯文哲的選擇 從來每一件事情就是對他聲量有利 有幫助的才去做嘛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 現在剛才更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東蹭西蹭這件事情 蹭出事了嘛 上個禮拜跟蔡英文蔡總統來見面嘛 然後這個蔡柯會之後 這個黨內 民眾黨黨內 對於他跟蔡英文見面 好像有不一樣的聲音 黃國昌在第一時間就跳出來罵了 就罵說 蔡英文要趁柯文哲聲量啦 放新聞給靖 結果後來才發現 靖的這個新聞的這個記者 其實是柯文哲從在議會 在市府的時候 就長期配合放新聞的記者 所以黃國昌罵到自己人啦 柯文哲放消息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蔡柯配放新聞的人 原來是柯文哲嘛 過去大家還記得了吧 2018年民進黨那時候 在選擇說我們的市長 台北市長的選舉 到底要跟柯文哲繼續合作 還是另提其他人 民進黨曾經在募詐 包含當時的秘書長 還有包含黃成國 包含其他的人 跟這個柯文哲有一個密會 後來人才剛出來 新聞就已經上報紙了 誰上的 就是柯文哲放的嘛 柯文哲就放給自己人嘛 所以黃國昌那時候在罵的時候 沒有仔細查清楚 原來這個記者原來是柯文哲 長期跟他配合的這個記者 所以這個黃國昌一罵 就罵到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馬上寫了一封黨內的信 去澄清 澄清說他跟蔡英文見面 是為了什麼什麼什麼 可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會平息柯文哲 內部的眾怒 我覺得不會 因為很簡單嘛 記者就問他說 你過去都在罵蔡英文 那你現在跟蔡英文見面 你會不會覺得尷尬 因為你平常都在罵他 柯文哲說 哪有 我哪有罵他 我從來都不曾罵他 我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對就跟委員一樣咳嗽了 為什麼 因為想說 我眼睛壞掉了嗎 他罵得多兇啊 他罵多兇 他罵蔡英文身邊的人都怎樣 都貪污 人家叫他講出名字 他不敢講 有沒有 還講說蔡英文的四個堅持是廢話 這些事情不是都粒粒在耳嗎 多到竹飯不及被審 可是已經多到大家都不知道要舉哪一個例子了 所以柯文哲就是為了聲量 都什麼事情都敢亂講的一個人 不過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黃國昌的反彈 其來有志 因為他也知道就是說 柯文哲要去跟他搶聲量 但是這兩個人 三拚聲 兩個人其實都是靠聲量取聲的人 都是聲量哪邊高 他們就往哪邊走 所以柯文哲跟黃國昌的互動 會越來越精彩 所以就如柯統招所說的 柯文哲請神容易送神難 尤其你現在請的這個黃國昌 跟你一模一樣 都是以聲量取勝的 所以你們兩個的聲量 當有強蹦的時候 我告訴你 誰輸誰贏都還不知道啊 副總統賴清德日前交代發言人 請吳征開網路新節目 老闆叫我開直播 鎖定青年族群關注的議題 請吳征進來 主席你找我嗎 對 吳征 怎麼又這個 又沒辦法下去 好 果然是年輕人 主席還有什麼事嗎 吳征我跟你說 你當個花言人 最近表現非常好 但是我希望你能夠精益求精 還要更好 是 來 這個方案交給你 那你就加油吧 好 老闆叫我開直播 好 我們剛剛看到 賴清德跟吳征合體拍影片 就是賴清德下指令 叫吳征要開網路的直播節目 20號要登場 要積極布局空戰 名譽怎麼樣看 這個是怎麼樣 這代表賴清德 敘事待發 因為最近新聞都是立法院嘛 所以現在開始賴清德 要開始掌握議題的主導權嗎 我先講了 我覺得這兩個大男人 演戲有點卡 有點卡 他們不是專業演員 但是我先來破一個梗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賴清德要先拿那個飲料 然後好像封我還封不開 對不對 撥不開 然後戳不進去 戳不進去 然後後來那個吳征幫他戳一下這樣子 然後最後有一個結語 就是說其實吳征是年輕人 他還擔任這個直播組 是綽綽有餘 綽綽有餘 他裡面想的一個 我覺得有夠人的梗 但是大家就是看點 那第一棒他是要找吳思瑤 我必須講就是說 從這一次的選戰當中 民進黨確實在流失年輕選票當中 得到了很多一個教訓 包括很多年輕選票 就被這個民眾黨給吸走了 那姑且不論我們選前一直在笑他說 什麼他的這個民眾黨的一些直播很辣 甚至還找了什麼泌尿科醫師來 對他的什麼TV這些的 但是不可否認 就是說民眾黨 他還是跟很多的直播組合作 包括什麼比特王啦 有沒有 甚至連館長 黃國昌的直播 他那看的粉都非常多 更不用講柯文哲本人 他雖然說粉調很多 但是畢竟他還是政治人物 你只要每次看到聲量排行榜 柯文哲還是蠻吸睛的 那我認為就是說 你與其批評對手 你自己也是要趕快急起直追 所以吳徵既然接了 這個文宣部主任的位置 他當然有需要 要來開始帶動這件事情 所以他開始開直播 那其實這個直播我覺得很重要的意義 除了說你要跟這個社會 年輕人溝通之外 看的人一定很多啦 包括就是說最近 我覺得第一個假訊息 假訊息要趕快迅速的澄清嘛 你不可能就是說透過這個 什麼官方平台 這個不會有人看的 但是你透過直播 你可以對賈俊錡 迅速的一個澄清 這是第一個很大的功效 第二個我覺得政策的說明啦 政策說明你已經不可能 像以前好像行政院開個記者會 出來發言人跟你這個死板板人在講 這樣或是發個新聞稿 但那種效果很不好 沒有人在看了 對 所以我覺得比較精益求精 你可以透過這種這種直播 包括最近的食安啦 基隆東岸的話題啦 中沛的話題啦 居住正義甚至虐童案 我覺得這些透過直播 你可以請各方面的人 都可以來說清楚 所以他第一棒 他找了吳思堯嘛 吳思堯就要針對最近 這個立法院發生的 一些這個 形形色色的案件 他就出來說明嘛 那我就要講的是說啦 他的這個形勢看起來很多元 他就希望說 一開始先當然 先來做一些政策說明 不要死板板 我真的拜託不要死板板 因為死板板的話 你這個又很像這個政令宣導了 他未來可能就是他有說了 他還會想 比如說他是不是要出外景啦 那甚至要這個還要什麼辦 線下記者會 那你不可否認嘛 就是說之前那個王益川 搶救益川大兵有沒有 他後來還甚至還可以辦那個 辦那個歌友會 就是辦那個見面會啊 那個辦得非常成功 還連辦了好幾場 所以那種形式看起來 是比較符合年輕人的口味 就是說你不管什麼形式 你只要跟年輕人溝通對話 我都覺得是一個好的開始 這要我要講啦 其實不能這個說 你的這種政策 或是說民進黨要挽回年輕人 不可能只靠吳征一個人啊 這些看起來民進黨 比較像卓冠婷 卓冠婷也開了一個直播 叫什麼冠婷好壽 冠婷好說 那什麼戴尾山啦 那甚至連鍾嘉賓 鍾嘉賓我有注意到他 他也開了一個直播 叫彬彬有禮 那洪生漢也這個進軍的Podcast 那吳征本來自己 就有一個不要起爭議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政治人物開直播 透過各式各樣的 能夠跟民眾對話 最主要是說 你要能夠讓民眾知道 你的想要表達什麼 我覺得這個 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是的確 當然綠營有非常多年輕的選將 他們可以透過不同的平台 或說網路直播等等 去這個說明表達綠營 現在要即將進行的一些 這個政策等等 但是呢最主要的焦點 應該還是落在賴清德本身 因為他要即將就任總統 那到時候有一些政策 那就是直接讓民眾可以感受到 比如說最近大家在討論的 黃埔軍校這個百周年的孝敬 我們看到這個國防部 就打算以這個全政部的方式 進行分立 陸軍司令部已經開始動員了 要規劃由新任總統賴清德來檢閱 那外界就在討論 這個時候還需要踢政部嗎 有沒有那個必要等等 又引發了一些討論嗎 余將軍怎麼看 這個對於賴清德來講 其實就是他上任 就是外界開始檢視的開始 那比如說現在這個黃埔軍校 該不該踢政部 這會是一個話題嗎 還是強化國防才是正式 我還是強調黃埔軍校 是對於三軍所有軍校的通稱 通稱 他絕對不是指鳳山陸軍官校 他是指所有的軍事學校 包含了陸海空政戰 然後醫學院理工學院全部 叫做黃埔同根同源 是這樣子的意義 所以有沒有黃埔軍校 這所學校存在 曾經有過現在沒有 現在我們叫做鳳山的陸軍軍官學校 所以很多人說 踢政部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我倒不覺得 那是一個緬懷先烈的作為 黃埔軍校第一級學生 踢政部也不是踢政部 你去看一下歷史影片 那時候孫中山成立黃埔軍校 那也不是正部 那只是一種跟前期學長做一個連結 黃埔的革命情感 叫黃埔精神 並不是什麼軍閥 這點我要講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大家知道陸軍的正部 從誰開始廢止 大家猜猜看 邱國正當作戰署處長的時候 邱國正當陸軍司令部的作戰署處長的時候 他接受了三軍統帥 我記得沒有錯是陳水扁 這跟他說這個正部 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不要再踢了 當時我告訴大家 我們那個時候是小軍官 我中校 很多軍校的畢業生 哇哇叫 怎麼可以廢除正部呢 那是傳統 那是精神 可是我告訴你 正在念軍校的人都拍手 你知道嗎 那個踢正部很傷身體 我們踢過 我踢了四年的正部 那要用腳掌 啪啪啪一樣用力的打 打完之後 後腦槽都是昏的 真的啊 所以人家為什麼說 陸軍官校比較笨 要踢正部踢的 對這真的 這是我是說真的 那個對於 對於這個腦是有傷害 而且每年國慶的時候 那有當過病人應該有印象 都在練習踢正部 那個正部你是看 兩分鐘三分鐘都踢過去了 我們是每節下課下去練白手 練踢正部啊 真的啊 那個比休學分還要重要 所以我才說這個是 邱國正當作戰署長的時候 頒發命令 陸軍司令部核定取消 改成旗部 陸軍官校的這個校慶 我們稱 他的代號叫普光演習 叫普光演習 每五年 每五年是由國防部長 然後一般非五年的是由陸軍司令 每十年大國慶會有總統清零 對那你想想看 100年會不會是總統 當然是 當然是除了總統還有誰 每十年一次的大國 大閱兵就是總統去 那有人會說啦 民主國家了 好像不適合搞這種閱兵 因為 因為他是軍校 他是軍校 他不是一般的部隊 你說那個部隊大閱兵 我覺得大可不必 部隊去訓練戰技 去學C4SR操作 去精進漢光演習 比較重要 這是軍校 因為軍校訓練學生是訓練哪 練力練技練膽練指揮 他是要氣勢的 所以說軍校有閱兵 我不反對 那最主要是 我是覺得 這個是一個軍事首長的權 他的指揮權 那國防部已經決定了 要閱兵 我覺得那沒什麼好講的 就尊重國防部的決定 對 這是他的軍事指揮權 因為在這個作戰的時候 三軍統帥統一指揮 在平時 所有大軍的軍權 是在國防部長參謀總長 三軍司令手上 所以他們決定的就決定 所以賴清德到就任總統 也就是會尊重國防部 他們決定 用這種方式 來讓新任總統檢閱 因為所有的浦光演習 尤其大校慶 他一定要跟 透過軍事會談 跟總統匯報 一定會跟總統匯報 那總統在的時候 有包含了國安會 國安局 還有各類的這些軍事的 這些領導人 都會到 大家集市廣言覺得好不好 好 那總統拍板定案 就這樣 這是經過總統合定的 所有的重大的軍事演習 一定是總統 好 上海公民拆糧行動 罷免基隆市長謝國良的行動呢 短短9天 第一階段的聯署書 已經累計突破了6000份 最新進度 我們要連線發言人李彥榮 李同學 是不是跟大家說明 目前聯署的最新進度 是怎麼樣呢 目前聯署的 現在是已經破6000份了 對 我們目前一天大概都會有 六七百份左右 是在增加的 因為我們其實陸續 最近也都有開了新的站點 這些站點也都是 蠻積極 就是當地居民蠻積極 踴躍的在參與 那是不是有些民眾說不了解 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的差別 首先就是 很多人會說 是不是我們第一階段已經結束了 然後是不是已經開始第二階段 那其實我們沒有進到第二階段的部分 我們目前是在收集第一階段的資料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第二階段有所謂60天的時間限制 所以我們才希望在進入第二階段之前 可以在持續的讓更多的民眾知道 我們在進行發言這個活動 有些民眾還在問說 那是不是可以這個募款什麼之類的 他們也想捐款 所以你們會有什麼聯署站或說 後續的一些宣傳的內容嗎 因為其實我們近期有注意到 就還有蠻多民眾還沒接收到罷免這個訊息 所以包含我們未來會有 屍體的接獎 然後行動的聯署站或是一些文宣跟 罷免小物 我們其實也都已經在進行規劃當中了 那有順利的完成之後 都會在第一時間再向各位公告這樣 那你們的經費會不會有不足的問題 你們說還有一些什麼文宣小物 那這些也都要花不少錢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以個人的名義 就是我們沒辦法像過去 有一些罷免的經驗 是利用政黨去收的關係 就是我們還有政治現金的法律問題 那所以我們目前還是 目前規劃就是以募資平台的方式 然後以罷免小物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都是我們團隊自己要先墊錢 那因為我們的最終目的 還是希望可以順利的罷免成功 那這個部分就是 所以 因為我們都是以個人的名義在參與 我們背後沒有團體 所以有些民眾會想說 怎麼好像進行前面的這些準備行程 進行很久這樣子 就還是要跟大家說個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我們個人的能力其實也有限 所以我們會需要再比過去 可能再長一點的時間來做這些規劃 那這些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事後就是 確定完成之後都會再去做公告 好 李同學 因為基隆市政府上週有公布 這個免費的青年電動機車的新方案 就放寬到45歲 然後也沒有強制做公益 也不必這個舊車太換新 舊換新了 然後市府負擔大部分的資費 你們怎麼看基隆市府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新方案 謝國良從上院到現在是一年多的時間 那其實他過去有這麼長的時間 是可以去回應市民對於這個政策的質疑的 那他是直到了罷免第一階段 我們的分數順利的收集到之後 才去提出回應 甚至現在是以不限量的方式去回應 就會讓民眾覺得他是在純粹的大撒幣 那他其實也沒有針對細節去做相關的說明 那我們目前看到的就是 他並沒有相關的政策規劃 然後也沒有所謂的預算執行 所以其實到現在我們 對我們來說 我們還是認為市府並沒有在正式市民提出來的疑問 現在的感覺比較像是還是依然是用政策買票 然後政策大撒幣的方式 然後來去提高自己的聲量 那其實我們至今還是期待市政府可以 向我們回應過去所有違反行政程序的部分 那目前看來是應該是沒有這個機會 我們至今還是沒有等到這樣 我們也會質疑說 最後他到底可不可以達成他所提出來的這些政策 因為其實過去已經票票非常多次了 那現在是面臨了罷免 然後他才選擇了出來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一樣同樣的在質疑說 會不會等到罷免風聲過了 或是他發現這個大撒幣的方式 可以提升市民的支持的這個狀態 那他其實過去的徵仰是會一再發生 是 所以你們不會因為他送越多 就減緩減慢你們的這個第二階段的 這個連署的動作 不會因為他受到影響嗎 並不會因為其實我們所有的罷免行動 也不是純粹的只是因為電動機車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面向是可以去探討的 那我相信如果現在謝國良想要一一的去面對 一一的去回應應該也是來不及了 拆樑行動的連署書已經累積破6000份了 看起來這個數字是一直穩定的在網上交 在這個時候呢 基隆市府推出了所謂電動車的新方案 那名譽怎麼看這個新方案會打動 或說是讓基隆人這個怒火 可以稍微消一些嗎 這個很兩談 因為我剛剛就在討論說 是不是大家很想趕快搬到基隆市 因為他這個方案太誇張了 我先講就是說這個 這是謝國良自己在競選前的證件 他當時呢是講說要這個 如果他當選的話 他要免費的送這個Gogoro 那現在看起來 因為這個後來他證件跳票 因為包括就是說他開始施行了之後 甚至一個月內都還申請不到幾十台都沒有 那問題在哪裡 問題就是說你當然Gogoro先給你用 而且但是他設了很多的方案 包括就是說你要先做一些社福活動啊 那另外就是說你就算拿了這台機車 可是你變成你的電池 有電池你一個月的月資費 可能要六百多塊 那後來 月資費太高不合 對啦 月資費太高 譬如就是說很多業者 我就舉一個 譬如說這個業者他送你iPhone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他給你收的這個月租費很貴 那不是到最後你付個兩三年 等於你那個月資費 還是去買那台iPhone的錢 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他一開始推出 所以申請的人數不多 那你看現在開始要罷免了 而且剛剛講了 你包括才短短的九天 就已經破六千份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謝果然你真的是很緊張的 開始大放送 他大放送我看了都就有點嚇到 他一開始還說這個方案呢 因為就是現在開始送你 那月資費是零 有月資費是零方案 而且是市府幫你負擔 零元機車 機車電動機車 但是他電動機車已經不是Gogoro了 他現在換成其他的同樣的品牌 好 那他的年齡也放寬 他年齡本來是只限定青年 現在已經放寬到45歲了 對現在連45歲 45歲還能叫青年嗎 我們定義45歲不叫青年吧 中年人了嗎 對啊 所以不知道連45歲都可以 都可以去申請這個電動機車 而且六款車完全免費 那本來他說是 因為是為什麼要鼓勵電動機車 因為大家還是要排那個什麼排碳嘛 對不對 減零排碳 所以讓你就是 如果說你是用那種什麼汽油的 這個什麼 那個油的啦 你可以去換電動車嘛 對不對 可以那個減零排碳 那他其實說現在 你沒有舊車 也可以讓你太舊換新 那而且甚至 如果說你要太舊換新 再送你一萬元的補助 哇這個大放送 這個大後康啊 甚至兩款車 還可以零元的月租費 就租如種種的 所以我說我們剛剛 大家才在開玩笑說 看到這個方案 很多人都想要搬到基隆去 可是你看 大家特別注意 這個資費前兩千台最低是零元 對 這也是有淡數的 它還是有淡數 但是總比 總比它之前 就說我給你機車 但是還是要給你月租費 那但是大家換算嘛 你大概四五年就等於說 買一台機車的一個錢 對新方案是有稍微優惠一些 大放送 大放送 好那我最後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 譬如說 它有一款 它電池當時的方案 月資費是699 那現在你把它改成零元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把它改成零元了 那你未來 你五年 市府幫你負擔五年 你負擔五年下來的話 等於說 這個是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塊錢 就等於四萬多塊了 那這筆錢是誰要出 是市庫要出 是市庫要出 還是業者負擔 不可能叫業者自行吸收 他等於說 我賣一台 我等於說我賠一台 不可能 那問題是你這個預算哪裡來 那今天有議員講說 當時你這個謝國良 你的這個預算 你開了這個 這個預算 你只有一張A4 A4的這個新聞稿 現在國民黨最喜歡講 你這個只有幾個字 只有幾頁不行 還要退回去什麼的 那你這個方案 你只有一個A4的新聞紙 你就想要送議會 叫他通過 那當然他之前已經編了 三點八億的預算了 只是說你現在這個再加碼 再加碼的部分的話 你這個有沒有尊重市議會 我覺得要先問 是的確我們看到 綠營就痛批嘛 你這個政策 在專案會議召開前 宣布新政策 根本是規避議會的監督 等於是扛市府的這個大凱 所以將軍 那基隆市府很有錢嗎 可以這樣子花嗎 用這種大放送的方式 然後送的也不是當初 他所講的GoGo Roar 我覺得謝國良真急了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罷免 第一階段過關 他哪會 他不會有這個優惠方案 這已經一年多了 這個電動機車的方案 一改再改 最主要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想你在路邊 突然間你去買一個產品 他送你一張五百塊錢的這個券 好高興有五百塊的券 對你下次要到我們店裡面 消費五百塊可以用五塊 我告訴人家 其實你給我五百塊 消費五百才能用五塊 這樣去抵銷 你是在加會我 還是在叫我多花錢 一樣的道理 謝國良這個做法誠意不夠 我覺得繼續這樣下去 他會再改 還會再改 真正怎麼樣才有感 你知道嗎 先給車啦 我跟你講先給車啦 先零元騎回家 對就是你趕快生產 我就是限量一千個人 你趕快登記 登記完車就騎回家 然後後面你每年要做四小時 你再來簽約 如果你做不到了 少做一次罰多少錢 你這樣才有用 你有看過去辦行動電話 說零元手機 你先要做公益五小時 然後呢 還要消費多少錢 你才可以三年後 把手機帶回去 就沒有人要了 三年後手機都過時了 對不對 你現在跟他講這個Gogoro 他等他做到 時間到三年後 那個Gogoro或者是電動機車 都已經過時了 所以誠意不夠嘛 你現在要讓誠意先拿到東西 年輕人 一千輛先發出去 我騎回家了 每個月要回來做公益四小時 如果你少做一次公益四小時 要罰多少錢 這才有夠誠意嘛 但是會不會這樣做 那就是看看後面 這個菜糧行動 有沒有夠迅速 分數衝得越高 他就會開始越送越多 送越高 第二階段過關了 那又有新的方案出來 對不對 投票前又有新的方案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被人家看破手腳 送汽車 送特斯拉 送特斯拉 我覺得他被看破手腳 然後今天罕見 我看到柯文哲在幫他講話 柯文哲幫忙講話 柯文哲說 這個正當性不夠 這個增加社會成本 謝國長不要感謝柯文哲 他在害你 我跟你講他在害你 他就是 我柯文哲也有一件 大家趕快圍過來 圍過來 這個 山海拆糧行動 這關柯文哲什麼事 最嗨的是小草 小草 是年輕人在做的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 這些人是他的族群 那你以為柯文哲 是在幫謝國糧嗎 柯文哲是在提油救火 對不對 趁機收割 對收割 就跟這小草說 小草其實阿伯還是很理智的 不過你們要去罢 你們就去罢 沒有關係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些廢話 就是這樣子 所以謝國長你不要感謝柯文哲 這個時候包含政治人物 包含了國民黨相關的縣市長 都不要說話 不要什麼情義相挺 挺什麼啦 我告訴你 越挺火燒越大 最好的方式 學學侯友宜好不好 侯友宜現在還有生意嗎 呵呵做事 我就做就對了 我都不說 謝國長你不說 你叫其他的什麼北北基陶講話 你叫柯文哲講話 這哪叫滅火啊 這叫做跟 要連署行動的發錢在宣戰 你要跟他宣戰 你找有權有勢 有地位 有政治職務的人 來挺你 不就是跟這人宣戰嗎 所以一點都不懂民主 一點都不低調 所以我覺得謝國良 還是好好想一想 電動機車怎麼樣 送比較有誠意吧 對柯文哲的這所謂的聲援 恐怕是別有用心 要趁機收割這些小草的心 吳委員怎麼看 這種所謂大放送 基隆市府變成了電動車的銷售中心嗎 它這個荒腔走板 它這個不是只有急 它是非常荒 你看從北到南 台灣各個縣市 哪有任何一個縣市收割 它的危機處理是說 欸 要罷免我 超過第一階段 欸 超過三千分 百分之一超過了 沒有關係 好 來 電動機車騎回家 你九天六千分 我告訴你 這個小草的一個聯盟 它繼續再把它加把勁 如果這三天內 你把它再突破超過一萬分的話 謝國良想說 我看電動機車騎回家 不夠看 再加碼送愛鳳 你注意把它看 你這個會被全國各縣市人 大家就聚焦 他從剛開始是政治上總動員 到立法院來 然後呢 到電視到各電台去接受 這樣的一個訪問 訪問完以後他發現 火怎麼越燒啊 然後越旺 也就是說其實他對這一次 他的被罷免案 他的危機處理是有夠爛 為什麼有夠爛 你說整個Net微風 你這個動案 你到底是不是這個弊案 你本來是可以講清楚的 因為你的政治上的一個動員 你現在變成把這一群 年輕人對你的不滿 要把你給罷免掉 要拆良行動 你現在就說 不要啦 不要把他罷免 給你好 不要再加下去 不要再加下去 他現在會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說 你這樣的一個動作是在 現在是刺激年輕人 這些年輕朋友 他一定會更加把勁 他回去他還會說服 再來 大家焦焦的 搞不好 我們人數再增加的話 我們福利會更好 對 在整個民主政治裡面 你說罷免權 是不是老百姓的權利 那當然也是他的一個權利 一般來講的話 大家都會去冷處理 他現在不是 他本來是選擇跟你對幹的方式 對幹他發現 好像這個火洗不了 怎麼辦 送 政策上 所以你覺得這個新方案法 提油救火嗎 這是什麼提 會不會年輕人邊去連署 然後邊來這邊收割 你要送我 那也很好啊 也很好啊 但問題是他搞不好再出一招 罷免我 想清楚喔 把我罷免掉 你的勾勾的就不能騎回家了 你把我罷免掉 你那個iPhone抽獎就沒有了 我如果是基隆市民 我會跟你講 我會在胡棚引棒 我會找更多人 再來繼續加連署的話 那搞不好 那個謝國良過兩天 又晚上回去想一想的話 隔天在市府裡面又宣布 大力多又出來 所以以這樣來看的話 他這個創了台灣 整個地方自治史上 要被罷免的人喔 用這樣的一個招數 這個讓人家感覺是一種收買 可是你真的是覺得基隆市民 會覺得你這樣的一個應對的一個方式 基隆市民就會買單嗎 你的市政成績到底做得好不好 對 或者說這一件事情 到整個標案有沒有涉及到弊案 民眾其實很簡單 對 就是你講清楚就好了 對 不然他上任其實也沒多久 對 那看起來只是公子哥 他哪有那麼討人院 只是說你幹了市長 以後你這種政策 你到最後 怎麼一個net 大家到底搞不清楚 對 大家要的是說 你到底是給微風 對 給微風 來乘坐 對基隆市民比較好 或者說 繼續給net做 對基隆市庫會比較好 你不去把它做比較去說清楚 對 你到最後 逼著大家來 來罷免你的時候 你就用 我的力多大放鬆呢 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倒認為是把整個基隆市民給看扁了 以這樣的一個要解救自己的政治上的一個危機喔 對 國民黨你如果說這個時候再加進來 或者柯文哲再加進來 對 本來是稍微可以再淡化的 我看這個火啊 越燒越晚 越晚 沒完沒了 對 基隆市目前發生的狀況真的是全台灣絕無僅有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才9天 6000份就已經沖上去了 那在3500份之後呢 會再通知民眾邀請成為第二階段連署人 加快達成60天期限的第二階段 所以謝國良這種情況 上週五趕快推出這個所謂的電動車的新方案 那新舊一比較 當然就是說 感覺上是優惠比較多 但是也會被外界質疑你在大撒幣 在這種情況下 更讓外界就說你是靠收買人心 在達成你可以避免被罷免的情況嗎 但是剛剛我們也連線發言人 就說其實你還有這個東岸商場的爭議 你都沒有說明清楚啊 所以蘇培這個謝國良的這所謂的救火行動 真的是在救火還是有可能真的是火上加油 我覺得這會是火上加油 因為大家要看清楚喔 他的新的資費方案啊 只有前2000台是0元喔 所以如果你2000台之後 你是要繳錢的喔 對 那對所有的人來講是怎樣 他繳的稅跟我繳的稅一樣多 為什麼我要 2000人之後後面的人會火大 對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件事情 真的是在提油救火 因為除非你有無限的預算 你可以所有的人騎多少回家 我都0元 我覺得那也許你可以 你可以擋過一節 所以如果沒有 我告訴你這2000個人 抵不了你會被罷免啊 因為現在光第一階段的連署 就已經超過6000份喔 對 就已經超過6000份 短短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第一階段的連署就已經超過6000份 然後你提出一個新的資費方案說 前2000名可以零資費 那2000名以後的金融市民 這會引發更大分子 對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Gogoro這個方案 謝國良其實在選舉的時候提出 上任到現在已經一年 如果能夠實行早就實行 怎麼會拖到現在 所以這新法是硬逼著被推出來 對嘛 這個方案就是因為他被連署要罷免了 他為了要挽救自己的形象 挽救自己的聲量 所生出來的一個方案嘛 那這個方案又有人數的限制 我覺得謝國良真的是找錯方法 來度過這一次的危機啦 如剛剛大家所講的 他這一次的危機是什麼 就是東岸碼頭的事情嘛 你三更半夜搶去人家 把帶警察 帶這個左將去給人家開鎖 鎖為荷蘭 你要講清楚啊 那包含你的這個權利金 為什麼內特的權利金 優於微風 你會給微風 不給內特 你把它解釋清楚就好了嘛 你自己說不清楚啊 對啊 你完全都說不清楚嘛 你完全講不清楚 甚至什麼自己開直播啦 說什麼自己也什麼什麼什麼 是一個快樂的成年人 講那種莫名其妙的話 才會讓年輕人覺得說 我有理這個基隆市長 真的很丟臉耶 現在謝國良可能陷入一種 就是說他再怎麼說明 人家已經不信了 要不然也不會九天衝破六千份 所以一直在增加 我覺得他應該現在好好的做下來 好好的去想想 為什麼他現在講什麼 大家都不信 一年以前 謝國良當選基隆市長 的形象是什麼 是小愛爸爸耶 是很愛小孩的爸爸耶 為什麼一年之後 因為一個東岸碼頭的這個商場的案子 會馬上這個形象 完全180度的翻轉 我覺得他自己要去想清楚 面對罷免最好的方式 是把人家要罷免你的理由 講清楚說明白嘛 結果他反而提出一個這樣子的方案 就有民眾來講喔 依照他這個方案呢 只好繼續連署下去 因為連署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可能 可能 不只哥哥樓全部都可以騎回家 連賓士 BMW都推出來了 對 所以啊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荒唐的事情 另外 可是那對謝國良也是惡性循環 是 當他送越多了 其實他根本就送不出來 你的支票越開越大 你基隆的市庫就不是這個 小叮噹的那個 前面的那個袋子 你知道喔 要多少就拿多少 除非你叫你家惡性拿出來花啊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問你 這個動會越搞越大 這個預算 難道不用經過基隆市議會嗎 根據基隆市的議員 光他提出了這個方案 就已經要3.8億耶 沒有經過基隆市議會 同意你就開了這個支票 後來支票越開越大 基隆市議會如果不同意 那你怎麼辦 你說那3.8億是至少對不對 是 至少 但是以其他他這個新的方案 前兩千台最低零元 就已經要3.8億了 哇 對不對 如果他越來越開越大 因為他為了要避免被罷免 這個支票越開越大 他到底有多少錢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基隆市政府難道 其他的東西都不用做嗎 只為了讓你的基隆市長 不要被罷免 其他什麼馬路也不要鋪啦 水溝也不要清啦 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做 只來做這一件事情了嗎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荒唐 敬平怎麼看 謝國良現在支票會不會越開越大 大到他可能連基隆市府的事故 都無法去支援 再來就是說 北北陶三市長也是挺謝國良 謝國良說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問題是這些人的力挺跟聲援 到底對謝國良幫助有多大呢 第一個這個謝國良 他現在在推這些新的方案 這本來就是他的政見 因為當初在選舉的時候 不是後來一直被這個對手 然後剩下被這個現在大家批評 還有被對手攻擊 那這個新的方案 照他當初在選舉前 我記得是一萬 要一萬個人的名額的話 那現在兩千 那其實也才到五分之一 還有五分之四 那所以他現在急著推新的這個方案 因為還有兩年多的時間嘛 所以也許到了今年 他又再調整 到了明年他又再調整 那當然要看他的這個 基隆市政府的預算 要看他的預算 真的要看預算 而且要看議會支持不支持 這真的很現實 因為地方縣市政府的這個財政 跟他的這個經費的籌措能力 純粹還有包括看議會 各個政黨願不願意買單 然後支不支持 然後在裡面輔會的這個狀況 所以謝國良要推他 台灣都是 不管從中央到地方 都行政首長 行政有很大的權力 他要硬推他要力推 當然是沒有問題啊 只要政策不跳票 到他下一次選舉 2026年連任的話 這個事情一定會被拿出來再檢視 一定會被攻擊一遍 真是花政府的錢啦 你現在不做 你到時候還是會面臨 做與不做的問題 因為政見的這個 跳不跳票的問題 在選舉就會變成攻防的話題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算是現在面臨 這個有罷免的行動提出來 時間上的這個很敏感 然後很關鍵 那人家說你這個時候 因為罷免才推 那沒辦法 你這時候不推 那你不是更慘 那你預期到時候 連署越高 到時候可能也就要 越送越多 不是連署越高 越送越多 而是罷免成案 非常這個 我覺得非常容易 不管是三千多 因為他們要衝到四萬人 三萬多 因為為的是拚第二階段 對 第二階段完了之後 整個成案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是投票 投票了七萬人 這個是基隆市民 七點七萬 這才是一個 超過七萬人 這樣一個票數的門檻 才是一個真正的攻防在後面 那真的到後面的話 都會有這樣 類似有點 類選舉 因為罷免跟選舉的情況 不太一樣 我們之前幾年 我們在節目中也都談論過很多遍 從高雄市前市長 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各個中央立委啊 議員都有面臨過罷免的經驗 所以他這個 類選舉的一個模式 會不會又落入到政黨的動員 大家又在觀察 所以你說 罷免的這個 連署人數越高 他在推 不一定難講 也許會 也許也不會 也許就這樣 但是 支費前兩千台最低零元 這個因為沒有用過COCOLO的人 會比較好像感覺看不太出來 因為 可是我長期有用COCOLO 我每次支費都破一千多塊 因為期的越多 你付的錢就越多 我每個月都會超過 但是名額兩千台 這個還蠻有吸引力 之後咧 那兩千人之後咧 後面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升多週少 後面就沒了 還是怎樣 為什麼要前兩千台零元 當然他是 所以沒有兩千的人 全部都去連署罷免 因為他要再有五千六千一萬 我相信他是 他是一個鼓勵的機制 他是那種鼓勵 趕快搶 先搶先贏 兩千台 那我看了之後 我還蠻羨慕的 因為對我一個月 要一兩千塊的COCOLO 我不是在幫那個 連署增加再擴大 我是覺得說 真的是有差 對我來說 這會有差 買COCOLO 買COCOLO 或者買電動機車 只是一個氣子 就是只是一開始 你真的跳進去之後 因為不用加油 後面的電費 才是你每個月要傷腦筋的 至於北北桃的市長 他請謝國良 其實就是基於北北基桃 一方面是同政黨 一方面是同一個治理平台 那會給謝國良打氣跟鼓勵 也是很正常 只是在於說 北北基桃的這樣一個縣市交流 合作的這樣一個治理平台 跨區域的這個協助 能不能對這個謝國良 發揮說有一種 你要說雪中送炭也好啦 你要說這個加油打氣也罷啦 然後給謝國良更打上一劑強行針 我覺得很多事情 還是要在謝國良市長 他自己本身在基隆市 他自己解決 因為解鈴還需細鈴呢 這個事情本來就是由他而起 由他跟他的團隊 你要這個北北桃 就算是怎麼挺你 怎麼幫你 恐怕每一個縣市的狀況 又不太一樣 是的確來國東哥 謝國良會不會陷入一個支票 越開越大的惡性循環 這叫做謝國良 這叫自食其果 如果罷免案能夠逼著你 實現你的政見 能夠在市政上大撒幣 造福基隆人民 那罷免案第一步就收到效果啦 不要說通過啦 通過那到最後啦 對不對 現在已經逼著你 專心在市政上 丟出很多利多的這種東西嘛 但是我說謝國良你怎麼會把政治商品化到這種地步啦 淋漓致敬到這樣子 對 我們選前啊 我們有規定 候選人你送給這個選民只能三十塊以下 但是我們沒有規定選候 當選人要送什麼東西耶 你這個都是已經超過讓人家錢 他這個還沒有經過市議會送到市議會說你這樣的做法 議會通過你這些預算沒有 都沒有耶 對 你就開始這樣子做法啦 對 那我說你這個 將來你會真的自食其果 如果說你說北北陶都支持你這樣 你問北北陶這三個 他們敢這樣嗎 他們敢這樣做法啦 對 怎麼會有這種腦筋 我實在想不通 是誰幫你出這些主意 有個廣告很有名的觀眾 還會記得嗎 欸 喜歡嗎爸爸也給你 現在這種視頻就喜歡嗎市長送你 欸 欸市長送的都是明紙明膏人民納稅錢耶 都是基隆市民你們繳的稅耶 你憑什麼拿人民繳的稅 我就買Google送給你們 所以我說荒唐到之後 政治綜藝化已經讓我們看到大家為了增聲量 不斷表演各種綜藝化 現在這是商品化了 綜藝化我們還可以接受 你看美國的民主制度已經 上一屆總統大選就政治綜藝化到什麼地步 周末夜現場是每一集都在表演川普 那個假扮川普的 那個收視之高啊 又假扮希拉蕾的都有欸 台灣慢慢也會走入綜藝化 其實商品化來了 我們還沒有立法說這個市長當選以後 他要怎麼送什麼東西 基隆市府變成是機車銷售中心 電動機車 還有臨原方案 當時他在發這政見 我還發疑 這個是商家跟他合作的嘛 要捐多少量出來給他嘛 搞到現在我都搞不清楚 那你這個商家他這樣天天替你在做這個廣告 你到底給他什麼好處呢 我們有的時候搞不清楚 你不要把基隆市政府當成大賣場一樣 一下子又圍鋒怎麼樣 一下又這個怎麼樣 怎麼會搞成一個基隆市變成這個樣子呢 所以我說到現在為止 正面來看罷免案的進行 已經突破9000人一直往前走 這些年輕朋友已經不在乎了 要跟你拼到底的時候 逼你不斷的在大傻逼 逼你不斷專心市政 那下一步他現在要擴第二階段的關口 過的時候你要怎麼辦 我現在很奇怪 現在基隆市議會點點喔 那個議長差一點就被你們要發動罷免的喔 他現在點點喔 他們如果反之的話 議會反之的話又怎麼辦 上一次是什麼 上一次他們在民進黨的議員在抗議的時候 他跑到議長習上面去 去找這個童子為議長幫他解決問題嘛 他說大家看到那個電視畫面 那這一次議長會不會再幫你解圍啊 沒什麼可能啊 所以我說你要正面面對嘛 我是希望說做為一個政治人物 發生問題的時候要正面解決他 你都是可以跟這些年輕朋友要辦 正面面對面做到一起大家談 我哪裡做得不好 你們給我講給我指教 這才叫政治人物嘛 結果你就送東西西送東西 條件又定這麼多 基隆市民說我們選一個市長 到底是在問什麼東西 這是最糟糕的政治 最糟糕的政治就是你沒有把它當成政治在做嘛 你完全是當商品 那完蛋了 這個罷免我相信很快就會打到第二棒 第二標打到 台北市一歲男嬰凱凱受虐致死 來引發社會的公憤 那衛福部呢今天到立法院報告 而且提出了九點通盤檢討 同時衛福部也道歉了 問怎麼看 這看起來是比台北市政府 更迅速的去檢討 甚至是道歉 那台北市政府看起來是怎樣 拖拖拉拉不甘不願嗎 這次我看薛樂園部長 衛福部長 他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這件總人 我目的主管機關就叫做衛福部 你們地方做不好的 我監督不好的 督導不好的 政策不夠 讓你們地方有辦法去做一個指引的 全部都衛福部來負責 所以今天這樣講衛福部 我是覺得他是講的非常有肩膀 但問題就是說 衛福部對你這地方政府監督不足 他道歉了 那我們要退一萬步來講 如果今天都沒有衛福部 都沒有中央單位 中央單位我們假設都沒有人 也都沒有給你錢 那好像發生這種事情 在地方各縣市 在新北市如果你發生的時候 好像新北市就是說 沒關係我們這些小孩 有剛才這個事情 沒關係 送去沈北市就好了 沈北市議員說 有社工就好了 沒有中央 好像地方政府全部 我都不用去做事 那今天我是覺得 如果薛瑞雲部長今天去講的這樣講 我是覺得也非常好 就是說 你這媒合機構 要涉及到利益衝突的 我們要讓它更完整 你在收養之前 這些錢要寫來貼 或者收養之前 要怎麼樣去安置 你不夠錢的 中央幫你貼 那地方跨縣市的 你們碰到這種狀況 你們不曉得該怎麼辦的時候 好 我來電腦加清掃 這個整個社會安全網 中央今天這麼有肩膀的說 我把你補起來 但是你地方政府 其實你要看到這 你要小心 今天是中央政府 願意把你這樣子扛 那如果再一次發生的話 大家就要追問的是說 你們在做父母官 做你們這個管制的人 只要碰到這種 額虐的事件的話 好像就是說 沒關係沒關係 沒什麼事情 中央政府處理得了 在事發生會不會一樣 還是推給中央 我全部都推給中央 就好了 那今天這個凱凱 這樣的一個不幸的事件 出來以後 我倒覺得 中央院 行政院長 陳建仁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表達一個歉意 畢竟你在執政 你最高行政首長 社會上不容許 這樣的一個不幸的事件 在發生 那所以說 怎麼樣去把整個政策 就弄得更好 然後以這一些來看的話 你像是收養錢 或者說 你在收養這個階段裡面 評估 仿視 你說叫中央去 中央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我錢全部都給你們了 你們這些社工去仿視 你們都不去 發生以後 大家來怪我中央 對 有道理嗎 要你地方政府幹什麼 台北市政府現在到底 要不要負起責任 還是像 他好像對於名稱 還是有意見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在這個 這個人都已經過往了 而且這個凱開 就是在台北市 被台北市的保母照顧 然後受虐身亡 然後在台北救醫 我不懂 這個就是要去補破網啊 一定有地方有漏洞 才會發生這件事情 那蔣萬安 處處在外面都說 他是三寶爸 那個光環非常非常的大 他就是疼兒子 疼兒哨 但問題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積極做出什麼樣的作為 去年12月24號 卡開事情 在萬方醫院發生 到現在三個月 特別市政府做了什麼 對對 到現在都還沒有欸 我們到現在兒樂會議 是都還沒有開欸 我們是被中央指示說 你要回去開欸 我想要問 陳兵埔議員在上個禮拜 踢爆這件事情之後 社會局跟蔣萬安做了什麼事情嗎 除了蔣萬安推說自己是公親不是世主 跑到這個行政院院會去抗議之外 他也沒有聽到當下 也沒有聽到陳建仁院長的道歉啊 所以我就說 你到底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還是你到行政院院會 只是為了把責任再推過給中央而已 如果是這樣 大家當然會對你很失望嘛 而且這個事情不是我講的嘛 你知道我們台北市的重大 目前為止好像講完只有那個臉書的什麼什麼 聲感抱歉而已 就這樣子也沒有開會 你知道嗎 也沒有說真正對外道歉 我們的台北市重大額虐的實施計畫 其實是公告在社會局的網站上面 孩子只要被照顧者虐待重傷或者是死亡 你知道我們是要社會局報請市長 指派副秘書長以上的成績擔任召集人 來開額虐會議 把這些洞補齊的 但市長蔣萬安跟台北市政府針對這一件事情 到現在還在甩鍋 說是中央沒有要求我開 我要問 還要推給中央 這個 這個辦法是公告在社會局的網站上面 前副市長黃珊珊也出來講 從來他當副市長的時候 也沒有通報過中央 由中央同意才去開額虐會議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事情都已經發生 現在大家最想最想的就是把網補起來 因為不希望再有下一個孩子 被遭受這樣的對待 那之後才是究責嘛 那你現在你連網都不想補 就想要甩鍋給中央 那你當什麼 當什麼直轄市市長啊 你當什麼首長啊 你號稱什麼三百歐巴市長啊 我覺得我真的是非常的看不起講萬安 再來北北桃 你知道挺謝國良 大家都可以站在一起 請問這個案子 是從新北市到台北市的 你知道嗎 在我跟台北市社會局 在了解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們都說什麼 因為這是新北市的個案 全部都是新北市的個案 新北市過來的 新北市委託給兒福聯盟 兒福聯盟把孩子帶到台北 委託給保姆都跟我們無關 那我問你 北北桃 北北基桃 這個跨縣市的平台會議 有沒有針對這件事情 蔣萬安你有跟侯友宜 好好的討論過 未來再有這樣子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局怎麼樣去對接 沒有嘛 你們在那個會議上面在幹嘛 在挺謝國良 在挺一個要被罷免的市長 我覺得這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一個孩子的離世 我們真的是想要把網補齊 這也是中央 為什麼從行政院長 陳建仁到衛福部長都認為 我們就是該道歉 但我要問的是 第一線的地方政府 到底有沒有從這裡面看出漏洞 把洞補起來 這才是這個台北市民 跟新北市民 最想要問市長的 澎湖馬公呢 去年底發生鬥歐事件 那時候是有一名 呂姓男子等三人 跟三名美國籍男子 發生肢體衝突 那其中一名這個 美國男子呢 是這個被打受傷了 那這三名美國籍男子 道案之後呢 他們只說他們是屬於 美國在台協會AIT的雇員 那這個外界就在想說 到底是誰去打了這三名美國人 譬如將軍 有人在說這三名台灣人 到底是個什麼樣背景的人 有人說是Z5中隊等等 那到底他們背景如何 為什麼要跟這三名美國人 發生衝突呢 這是去年12月的事喔 它不是今年的事 是去年12月的事 那當然你要知道 不管是台灣在地的人 跟任何一個外國人發生衝突 我們在地的派出所 都會很謹慎的處理 為什麼 不要引起國際糾紛嘛 那麼你想想看 我們以前看過有很多 真的是外國人到台灣來 那個酒後脫序 或者是有一點點 他覺得莫名其妙的行為 那個說句實話 警察覺得不會放過他 直接請他在地的這個使館 把他帶走 把他帶走 可這件事情不單純嘛 不單純 這件事情第一個 那三個美國人 那就是美軍的教官啊 身強體壯一個手那麼粗 那在KT裡面發生衝突之後 這三個在地的澎湖人 你有哪一個膽子 會去跟這麼壯的人挑戰嗎 他就很明白知道 你不會還手 他先去追打人家 還拿滅火器拿椅子去砸人家 這幾個美國人都沒有回首 就被打了 然後還沒有回首 也不足夠 沒有回首 警察來了 把他們六個人一起帶 進警察局以後 然後問美國人說 你們要不要提告 那麼他當然不會提告 按照美國到台灣來協訓的所有的幹部 第一個我鬧進警察局 他就已經覺得不好意思 為什麼 他有下禁令 不可以跟在地的人民產 有任何的衝突